他穿這個不好看 小孩穿肉色 我會覺得很像內衣耶 之前那個塵槍爛掉說 我看韓劇是為了要學習他們的演技 就已經讓他們揭穿 他說你有沒有戲找你拍 而且什麼什麼什麼 我今天如果要帶他出去 我說是要去婚禮 他就說婚禮那是什麼感覺 我說像我媽今天就是穿這種長禮服 他就說他就會自己搭配一個 就是比較禮服式的衣服 然後如果今天只是去草地遊玩 他就會穿得很街頭風 然後或者是今天要去看 那個成熟一點的電影 他就會打扮得很像上班族 就是他有很多自己不同的那種想法 可是像老大他就是 always 就是迷彩褲啊T恤啊 就是街頭風 然後徐老三 徐老三衣服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整個人就是很特殊 我覺得老大很像我 他穿這個不好看 小孩穿肉色 我會覺得很像內衣 他說真的還不到什麼時尚品味 可是他常常隨便穿T恤啊 或者牛仔褲就很時髦 主要是因為他那顆頭真的燙得太成功了 然後還有他的attitude 就是他跟那個 跟他的同學去吃飯 然後是同學的媽媽代罵 然後那個媽媽就跟我講說 今天就有人認出來說 那個是不是小意思的女兒啊 然後後來那個 他們就這樣要走 然後我女兒就說 對我就是小意思的女兒 需要拍照嗎 然後那個同學媽媽 還就是為了要保護他 就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像我二女兒 譬如說他出門說 媽媽我現在有一件上衣 我想要搭長巡 可是我沒有 你可不可以借我 我說你自己去翻 我說我已經幾萬年 沒有認真地翻過我的衣櫥了 然後他就進去翻翻翻翻翻 然後就翻出一件 他說你覺得是可以嗎 我說很時髦啊 他說可是 你不覺得會不會 他可能是想說 會不會太年代 那個年代還怎麼樣 可是其實可能就是很嬉皮 或什麼的 可是對他來說 可能有點too heavy了 所以他就那個 可是他們很喜歡 自己就翻我的那個衣櫥 然後看我有什麼包包 可以適合他們的那個服裝 連包裝都可以的啊 對啊 因為我後來覺得我前一陣子 有一點 自己身教做的不是很好 因為前陣子 我工作比較少的時候 我回到家 我就是會賴在那邊 然後一直猛看韓劇 然後看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說 功課寫了沒 然後寫完之後 我就會過去看他們的幹嘛 我就說 又在看抖音 然後你們現在看什麼韓劇 所以他們也開始追韓劇 我說 你們為什麼不去給我 read a book 然後他們說 自己還不是在看韓劇 然後因為我之前那個 成槍爛掉說 我看韓劇是為了要 學習他們的演技 就已經被他們揭穿 他說 你有沒有戲找你拍 而且 什麼 什麼 沒有聽到 對 好 有時候 煞 見 我們 我們 跟你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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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一 我們 我們 到